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接的阿強 今天帶大家來到中山保利天君 今天由洪哥和我們介紹這個項目 這位就是我們洪哥 洪哥你好 大家好 我們保利天君先進來 我們保利之前有沒有了解過 保利是中國由國之衛管理的央企 全球有兩百多個城市都有項目 包括有一千多個項目 服務了上萬的一個業主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保利今年在福布斯排名 是排到172位的 我們保利入住中山已經有11年 先後打造了很多項目 好像這裡我們的保利領袖海 保利領袖山林宇 國際廣場等等的一些項目 帶動了整個中山的經濟發展 我們保利天君同時是我們保利旗下最高端的產品 保利天君花園區 是我們保利入住中山第一個入住城區的項目 剛才我們洪哥帶我們介紹過我們這個品牌 現在回到我們這個營庭這裡 跟我們講講區位情況 好 好 我們保利天君首先是位於一個 粵港澳大灣區中山的一個東區CBD的一個位置 東區這裡是 同時也是我們中山現在重點規劃的 奇江新城的一個總部經濟區中心的位置 好 好 好 我們都有了解過 因為我們主要都是做我們的大灣區的樓盤 但是這裡當然是你們清楚過我 是 我們中山其實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中心位置 首先它北接的是我們一個廣州 南邊是我們的珠海 然後未來深中通道一橋之隔就是我們那個深圳 我們整個月過大灣區三個重點城市的一個中心位置 如果一個深中通道一通道就很快了 對 無論去哪個城市都是非常之快的 對 同時它一個房價在這三大城市之間對比 包括其他核心城市對比 都是非常之低的 就是一個價格的壞 好像我們現在城區的價錢只不過是兩萬多 但是你好像去到珠海的價錢都是去到四五萬 包括去到橫琴那邊更貴一點 是的 橫琴現在急辦 是的 包括深圳廣州都是去到八九萬十幾萬以上 但是我們中山目前的價位是兩萬多 現在兩萬多我們這個是住宅 是住宅 住宅都是兩萬多 是 還要包裝修 還要包裝修 好 這個我們稍後去樣板房再看 現在我們先在這個區域繼續 好 我們中山它是一共分為二十四個鎮區 好 其中我們整個中山的中心鎮區 中心城區就是我們的東區石旗區 其實我們這個石旗區是一個老城區 是的 石旗區是一個老城區 它是最早九十年代開始發展的一個區域 那麼它隨著一個時間的一個推流 它就是以前的配套 交通 都已經不適合現在這個時代去發展 那麼它呢 我們整個中山就將它的重心 轉移到我們現在這個奇崗新城的這個位置 哦 奇崗新城這個位置 它是由三個鎮區部分的用地去組成的 由石旗區 東區 還有我們的火具開發區的部分用地去組成 這裏屬不屬火具開發區 我們這裏呢 現在是屬東區的 東區 是 所以是享受著城區的配套 嗯 明白 那麼我們整個奇崗新城呢 佔地是33平方公里的 其中包括有什麼呢 包括我們第一個是經濟總部 嗯 東區經濟總部 它是整個奇崗新城的一個中心 嗯 然後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我們中山北站的一個 大型文類項目 嗯 中山站附近的一個民體項目 和我們北部的一個產業園區 去打造而成的 那麼我們整個奇崗新城就是一共四個片區 那麼其中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一個 東區經濟總部 東區經濟總部 為什麼說它是最重要的呢 因為我們整個奇崗新城的核心打造就是 以總部經濟區去大動周邊發展的 嗯 那麼你們有沒有聽過好像廣州的珠江新城 上海綠家咀這些城市名片有沒有了解過呢 有 是 那麼我們奇崗新城呢 它都是對標著我們廣州珠江新城去打造的 是未來中山的一個新名片 即是雙珠江新城那裡 即是那個原版可以說 大大小小的覆蓋到那邊 是Tobi 對 那麼我們整個奇崗新城的總部經濟區呢 它一共呢 它一共呢 未來呢 規劃了有14座超100米的高樓寫字樓 其中呢 有三座呢 是超300米以上的 首先第一座是我們 高級寫字樓都 非常高級 最超在這邊 沒錯 好似我們目前最高的 未來最高的 498米富源的108國際金融中心 是 還有我們480米國際總部經貿中心 都是在這邊 是 以及我們旁邊的一個寶龍城 300米的大理商廣場 都是在一個總部經濟區那裡的 同時呢 我們498米的富源108國際中心 它裡面呢 包括有我們的五星級酒店 五A寫字樓 包括底層的商業的 它呢 未來建成之後呢 是我們廣東第三高的高樓 第一高的話呢 就是我們一個深圳的福田平安大廈 它是510米 第二高的就是廣州的 珠江新城的廣州東塔 第三呢 就是我們這個498米的108國際中心 其實我們可以對比回 當時珠江新城 小萬腰未建起之前 附近的一個樓價呢 其實只不過是四萬多元的 當時有沒有了解過呢 有 那裡當時很便宜的 是的 因為呢 始終它發展成為一個金融中心 還有很多那些高級寫字樓 都匯聚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成為一個座標來的 是的 沒錯 所以呢 有政府規劃 它就會有些地標去選入 它周邊就會帶動到 周邊整個片區的一個房價去升值 嗯 那麼我們項目呢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這樣的位置的 除了我們一個總部經濟區呢 其中呢 我們還有兩站 一個TOD 其中一個是中山北站的TOD 它周邊會打造一個大型文類項目 華僑城歡樂海岸 哦 即是它對標的是深圳的歡樂海岸 這樣的一個建設 那麼我們中山站這邊呢 它主要的呢 它主要是打在公園為主 五馬峰公園 它這個是我們中山 未來的十大文星工程之一 哦 即是現在是在規劃中的 規劃中的 以後建起呢 就是我們中山未來最大的一個公園 哦 那你平時呢 出出門就可以去到公園那裏呢 去爬山啊 吸收新鮮空氣啊 嗯 那些東西 你現在說到一個中山站 中山北站 中山北站 我只是高鐵站來的 是 是 那中山站呢 中山站呢 未來呢 也是我們整個中山最中心的交通軌道 哦 它分別有四個四條軌道線 嗯 第一個是我們中山城內的軌道二號線 哦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廣州地鐵十八號線 哦 都是經過我們中山站 哦 其實中山站就是地鐵十八號線來的 是 地鐵十八號線 是城軌線來的應該是 哦 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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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 三合一體的站點 未來呢 它可以坐地鐵去到廣州珠江新城啊 各個地區 同時呢 又可以坐高鐵去到上海啊 北京啊 那些大型的城市 所以 你現在講到交通這件事呢 我又 就是比較關注一件事 就是 我們的客戶在香港那邊過來 那麼交通是怎樣才 比較便捷一點呢 香港啊 香港方面呢 其實我們本地人 我們中山本地人呢 去香港呢 無非就分為兩種而已 要麼就坐船 要麼就開車 嗯 開車當然 可行的 但是呢 如果你說香港回來的 它不是個個都 兩地牌的嘛 是的 那始終就是依賴我們一個公共的交通設施 依賴公共的交通設施 去到我們的一個中山港碼頭 哦 只需要十分鐘 就可以去到中山港碼頭 就是十分鐘在項目出發 就可以去到中山港碼頭了 沒錯 然後坐船就去到香港 對 去到中港城的位置 哦 那很方便 那另外陸路的交通呢 陸路交通的話 我們目前陸路交通呢 我們會 有一個 開車方面 我們可以行高速 未來呢 會有一個深中通道 嗯 深中通道呢 首先它拉大了中山和深圳兩地之間的距離 是 那未來呢 現在我們開高速 要兩個小時 去到我們深圳路的出入境口 未來行深中通道的話呢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多一點就可以去得到的了 就是將整路 整段時間可以縮少了一半 是 整段時間縮少了一半 第二個呢 就是可以坐高鐵 我們可以去到我們的中山北站 或者去中山站 坐高鐵 去到深圳之後 轉地鐵 去到香港的 但是呢 中山北站 去到深圳再轉 是 是 它可以去到它的一個 甚至是 去到深圳北 會不會來 越來越近一點呢 差不多啦 反正都是 關口那邊來的 那還有一個呢 其實呢 在香港 應該是有 那個直通巴士 來到中山的 沒錯 那應該在你的項目附近 都有設點的 那些 那些呢 直通巴士 未來呢 在航天項目附近 是一定會設點的 而且目前有的點 距離我們項目 都不會說非常之遠 正常我們項目 現在設的點的點位 是有哪裏呢 紫馬廣場 聖景上方那裏是有一個 直達大巴點的 哦 利和廣場呢 一樣都是有一個 直達大巴點的 那未來呢 在天翼 天翼星河那裏 都是有一個點的 哦 那麼我們項目距離 去到最遠的利和廣場 是15分鐘左右 哦 這裏去到利和廣場 都是15分鐘 沒錯 那如果去到紫馬那裏 那裏就更近 是去到紫馬的話 就是10分鐘左右 哦 那其實也很方便 天翼星河就更加近了 嗯 就離我們距離的話 不到3公里 啊 所以開車的話 就3、4分鐘 因為呢 其實香港人很多都喜歡坐 一個直通巴士 對 因為有些 很多在自己家附近 這樣 就是 交通線去很方便 是 而且可能那個線路 就是那個 每天的班次都比較多 沒錯 那如果 我們項目 來最遠的利和 都是15分鐘的話 那裏就更加近了 是啊 你說去到紫馬也是10分鐘 非常之近了 嗯 那 除了我們現在的交通 就是我們周邊的商業配套 設施 那些 那我們商業配套方面 首先我們項目 旁邊有一個寶龍城 寶龍城 你有沒有聽過 寶龍城有聽過 寶龍城有聽過 但是內裏 裡面有些甚麼大項目呢 那就要你來跟大家去介紹一下 好 那我們寶龍城 在中國是非常之出名的 它是和萬達齊名的 我們一直 中國有一個稱呼叫做 北萬達南寶龍 南邊呢 基本上都是以寶龍的商業為主 它一共是有70萬平方 70萬方的 70萬方是甚麼概念呢 我們整個項目呢 只不過是有33萬方 嗯 的一個建築面積 但它一個寶龍城有70萬方 嗯 同時呢 它有300米的一個高層建築 嗯 未來呢 包括有大型的商業啊 嗯 還有一些商業街啊 嗯 高級的五星酒店啊 嗯 一體化去打造的 其實就等於一個寶龍城呢 就已經可以 換句話說 等於是一個新的城市的發展來的 飲食住行 如果甚麼都齊了 沒錯 嗯 即不是很接近了 對面就是了 對呀 基本上就在我們項目隔離 嗯 嗯 其實還有一個呢 醫療 醫療 因為我們的客戶都比較 注重一件事 就是一個醫療 和一個交通 因為呢 你知道呢 我們有些客戶呢 他們回來是 度假的 或者是養老的 甚至是投資的 這幾件事都是 基本可小的 哦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們項目的醫療呢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首先 我們中山一共有三所三甲醫院 就是我們全國最高級的醫院 哦 中山一共有三座 都是距離我們項目 八公里範圍之內 哦 正常的話 我們搭一下車過去呢 都是好像最遠的 博外醫院 是二十幾分鐘的一個車程 嗯 大概是八點幾公里 那麼近一點的 好像我們的一個 中山市人民醫院 還有我們的一個 中山中醫院呢 它呢 距離我們項目 會更加近一點 開車的話 十五分鐘就可以到 了 除了這三所三甲醫院呢 在我們項目 目前最近的 是我們中山市第二人民醫院 哦 直線距離的話 不到一公里 第二人民 市第二人民醫院 都屬三甲醫院 是嗎 市第二人民醫院 目前是屬一個二甲 二甲 都應該升級 是市屬醫院 是 準備會升級的一個醫院 距離我們項目 直線距離不到一公里 哦 所以正常你搭車的話 都是三到五分鐘就可以到 除此之外呢 我們項目其實呢 在我們項目裡面呢 還有配備了 一個社區的衛生站 嗯 即是小病小痛 是可以在這裡看 是 小病小痛 都可以照顧得到 檢查身體那些 就去大醫院了 沒錯 明白 嗯 其實呢 我們保理天棍 為什麼要叫天棍呢 我們天志系 是我們保理旗下 最高端的一個品牌 哦 包括有天月 天會 天棍 嗯 我們天棍呢 其實是依靠著一個 自然的景觀 去打造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們自然景觀 都是非常之豐富的 首先我們北面 就是我們一個 奔綱體育公園 和我們中山的母親河 石棋河 那體育公園呢 它規劃的是177畝 177畝 是 完成打造 完成打造 在我們周邊來說 體育公園也有了 沒錯 五馬峰公園也有了 沒錯 那你說那個華僑城 呼駱海遊世界也有了 是的 基本上我們的 衣食住行 娛樂 旅遊 都具備了 沒錯 金融的也有了 是吧 你看回來我們這邊 市政府 市人大 基本上我們 這個一個中心的行政 行政區 那些 區域 是的 行政區域的辦公點 都在我們這個地方附近 沒錯 你亦都證明了 我們這裡 是一個比較重心 一個城市重心 來的 那麼我們奇江新城 沒錯 好像你剛才所講到的 它未來就是打造的是什麼呢 一個集產業 交通文化 旅遊 於一體的一個城市新中心 嗯 它的作用就是 起到一個城市 換血的一個作用 就是更新 城市更新的一個中心點 去打造 明白 明白 將來就是我們中山 一個最興旺的一個地方 沒錯 一個新城 可以說的 是的 好 那我們基本上 這個區域我們都可以了 我們 麻煩你介紹一下 沙盤 我們到我們這裡 好 剛才和大家講解了一個區域 現在我們就為大家講解一下 沙盤區域 沙盤的 好的 首先我們項目 這個區域的一個佔地是一百二十五畝的 一個有十三棟 十三棟 是 每棟是有幾高的 我們每棟是有三十三層的 三十三層 它是一個點狀式的分佈 首先我們項目小區裡面 會有比較多的一個 完善的一個配套 首先好像在我們的南邊 是我們一個亞丁來國際商語學校 它是全球排名前二十的 英國的一所學校 引進到進來 北面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一個崩崗體育公園 而東面就是我們的一個 綠化景觀水道 它打造的是一條 沿河的一條綠化大 可以跑步 相當於一個公園仔 我們的西南邊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一個寶龍城大型商業 所以基本上 衣食住行 一出個小區就可以做得到 我們小區內部的配套設施 也是非常完善的 好似在我們小區北面 就是我們一個公交站 北面有公交站 公交站現在又沒有? 即是現在開了沒有? 暫時未開 到時是跟我們項目同步開放 即是公交站肯定有 而且是一個中心的公交站 一個有十八條線路 好厲害 沒錯 證明我們政府很重視這個 沒錯 同時還有衛生站 平時小病小痛 下去就醫了 而且還有一個派出所 東區的派出所 派出所也有 所以基本上 有些賊都不敢過來這個小區 本身我們都很穩定 我們是很治安 但是有些警察傷害在旁邊 更加好 沒錯 我們南邊還有一個 一個國際商業幼兒園 嗯 幼兒園也有 這個商業學校也有 沒錯 從幼兒園到我們讀書 這個階段都已經在我們小區裏面配置了 沒錯 好 今次說回我們整個小區裏面 一共13棟 每一棟都是以點狀式去分佈的 哦 點狀式分佈 點狀式分佈呢 點狀式分佈呢 其實就是錯開 錯開的一個分佈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很多樓盤 它是一排一排的分佈 但是我們就是錯開 我現在看到了 因為現在這樣看你所說的點狀式分佈呢 就是 互相的樓與樓之間的距離比較遠 可以有私隱 另外呢 基本上大家都有景觀 沒錯 保證到每一戶的一個通風 採光 是真的這件事好 好 第二個呢 我們整個小區呢 是抬高了2.5米去做的 哦 抬高了2.5米 它作為第一個是怎樣呢 在我們古代上面 抬高呢 風水上面呢 是一個尊貴感的一個體驗 哦 第二個呢 就是保證我們整個小區裡面的一個私密性 嗯 我們在外邊的路人走過呢 是看不到我們整個小區裡面的狀況 包括裡面的事物 嗯 第三個呢 也是最重點的 抬高2.5米去做一個排水系統 哦 我們以後呢 落大水啊 刮台風啊 都不會擔心你停在車庫的車 或者小區裡面會浸水 嗯 同時呢 我們整個項目呢 是沒有做底箱的 沒有做底箱 就是樓底的商鋪是沒有的 哦 樓底的商鋪是沒有的 就是純住宅了 沒錯 就是一個純住宅 因為你做底箱的話 你很難去控制 以後他樓下的商鋪去做些什麼 嗯 會影響到我們住戶的一個體驗感 嗯 所以我們索性就不去做底箱 嗯 犧牲這一部分的一個 嗯 利潤 去做更加高他的居住品質 嗯 沒錯 因為這樣住得來是舒服很多的 沒錯 嗯 那麼我們整個小區呢 圓林呢 打造呢 都是非常之用心的設計 是 它是以一個學府 教育的形式去打造的理念 嗯 它以一個犯教育的形式 首先呢 我們整個項目呢 以一個主花園 嗯 和三個副花園 這邊的西 西邊的一個副 東邊的一個副花園 和西邊的兩個副花園 去組成的 那麼我們中心的主花園呢 首先呢 我們一一門 可以看到有一個中軸的一個水景 嗯 中軸的水景呢 它在我們 廣東人來說 水圍材 它是做到一個提升小區的 一個風水的作用的 嗯 同時呢 它那個水景觀台 隔壁呢 會有三個大草坪 嗯 這三個大草坪呢 是專門給那些小朋友 和那些家人 一起去玩的 嗯 而且它裡面 就是除了草坪 沒有其他東西 這個又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發散性的思維 你可以去畫 在一個大空間裡面 玩更加多的東西 嗯 自己去想 可以提高一個 小朋友的一個思維能力 嗯 然後呢 然後呢 藍色這個區域呢 就是兒童一個遊樂區 這個遊樂區 是針對 根據我們 學校裡面的遊樂設施去打造的 裡面有攀爬網 沙池 滑梯 等等的一件事 可以等到 小朋友回到家小區 一樣都可以 享受到學校的 一個配套設施 一個理念 同時呢 不用做空波了 是 繼續玩 那它是 住在家裡 好像住在學校一樣 哦 即是叫有路有人 非常有 非常有溫馨感 嗯 然後呢 這裡呢 我們看到這裡 這裡和那裡 是我們兩個圖書樹屋的位置 裡面呢 會有裝有樹屋 手工作坊的東西 去讓小朋友去玩 嗯 提高小朋友的一個動手能力 這些是配套設施來的 對 配套設施 同時呢 除了我們剛才說到的一個遊樂園 我們還有這裡呢 規劃了一個小型的足球場 哦 足球場也有 還有我們的羽毛球場 啊 那好啊 這些我喜歡 這是我們東面的一個腐花園這裡 所以基本上 你在學校有的 回到小區都有 嗯 包括我們 在我們一棟下面 還會有籃球場 哦 那你小朋友 想去運動健身 甚至連小區門口都不用出 嗯 就可以享受到 你有耳環足球可以 藍球可以 軟木球可以 沒錯 跑步有跑步的跑步 帶給你 那除了小朋友的設施以外呢 在我們的一棟 十棟和九棟之間呢 是打造的一個老人生活休閒區的 嗯 這裡呢會有無障礙的跑道啊 啊 乒乓球台啊 旗牌室啊 還有一個交談的一些座椅 嗯 去讓我們老人家去使用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老人的運動設施 嗯 那老人家多些動動動動動腦筋 又不用手動腳震 搞到有類似拍金順那些 是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理念 沒錯 同時呢 除了那邊的一個老人活動中心呢 這邊呢就是我們項目的一個售流部 未來呢就是我們項目的一個會所 它是指針對我們業主使用的 其實現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位置呢 將來有一個會所來的 是的 是的 很漂亮的 它現在的一層那裏呢 主要是圖書館為主 它下層式下面呢 裡面呢 包括有恆溫的泳池 嗯 舞蹈啊 瑜伽室 健身房 哇 這樣都真的很多東西玩 給我們業主使用 沒錯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預留了些什麼呢 預留了一個大講堂的位置 嗯 去給到小朋友以後呢 去做教育去使用的 哦 除了給小朋友的 還有我們到時會對待奔客的 嗯 都有相關的配套 好像我們一個共賞廚房啊 VIP的包姦啊 都會在我們會所裡都會有的 嗯 等一下呢 都可以去參觀一下 哦 要啊要啊 這些東西 真的要學一下 看一下 除了這一主三副的花園以外呢 嗯 我們每一層下面呢 都是有架空層的 嗯 架空層呢 每一個架空層呢 都會有些相關的一些設施 好像滑滑梯啊 嗯 夾冰溫波台啊 啊 小型的一些健身素材啊 都會有 嗯 而且呢 每個樓層下 每一棟下面都會配備一個小花園 嗯 會有一個小花園 會有一個小花園 除了我們一個大花園以外 樓洞下面有一個小花園 給你一個更加安靜的一個位置 將來做好之後 跟我們這個沙盆 是 基本上是很吻合的 是 它是 有很多 很多的 綠度啊 草皮 都玩了 沒錯 是的 我們整個小區 打造的綠法率都非常高 去到百分之三十五 嗯 其實我現在很欣賞一件事 就是 你說的 就是 不是一排一排來 又是分布開去 住下來真的很舒服 是的 你說的 我犧牲了一個商舖 但是呢 住得又是很舒適的 真的很舒適 有商舖 有些人就喜歡 說我這裏很旺啊 但是又很虛行 但是我們這裏呢 其實又不會說 不旺 就是我們一進到 對面又不能成了 沒錯 你說什麼都可以 基本上 我可以 利用它的設施來 住在這裏 是很舒服的環境 沒錯 沒錯 OK 我們現在呢 開始賣的 是一共有三個圍 是一棟和我們的九棟 一棟和九棟 是 分別的單位是 我們分別呢 是有我們前面的 前面的這一排呢 是我們的八十八方 三房兩廳兩位的 三房兩廳 八十八方 是 三房兩廳兩位 那我們靠近西邊的這一邊呢 是我們的一百零七方 八十八一八零七 是 可以去做到四房兩廳兩位 哦 那我們 東南面這邊呢 就是一百一十八方的 哦 都是一個四房兩廳兩位的一個戶型 嗯 那麼我們 八十八一零七 一百一十八 沒錯 哦 都幾大 真的要去看一下才可以 是 可以去陽板間那邊去了解一下 好的好的 麻煩你 辛苦了 好 那我們這裏呢 就是我們一個 流動的一個入戶大門 它未來呢 採用的是一個人面識別的 直接打開那個大門 所以我們基本上走到這裏呢 大門就會直接打開了 是非常之方便的 好 首先我們這裏是一百零七的一個戶型 入戶的話呢 會有我們這個懸關櫃 可以看到它的收納空間是非常之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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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風口 廚房呢 我們這些所見到的東西呢 基本上都是膠標來的 包括我們上面的一排櫃啊 抽油煙機啊 煤氣爐啊 而且下面的一些儲物櫃 以及消毒櫃 都是我們的膠標 但是我們這裏呢 有一個很人性化的一個設計 非常之符合人用的 它的高度是非常之剛剛好 同時呢 洗手台就會抬高 不用你彎下去洗碗 或者是什麼 好 接著我進來呢 就是我們入門的第一間房 這間房是送一半的面積的 是一個到時規劃的一個陽台的面積 我們直門出來之後呢 我們向這邊走 你可以看到我們整個過渡呢 是跟廳融合在一起 不會說浪費一些面積的 左邊呢 就是我們一個次禍 次禍的面積呢 大概是去到十三平 十四平左右 而且它是一個全景的一個飄窗 所以利用面積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另外一邊 就是我們一個乾濕分離的 兩功能的一個洗手間 再來到這邊呢 就是我們一個兒童房 好 然後呢 正門進來這裡 就是我們一個主人房 主人房 這邊呢 就是我們主人房的一個套間的一個衛生間 我們主人房設計的理念 是一個雙飄窗 打造的一個主人房 可以做到南北對流的 這邊是一個全景的飄窗 那麼我們 我們 北面呢 是一個小型的飄窗 所以呢 平時呢 如果是有些老人家 不是很喜歡吹空調的 那麼我們打開兩個窗 通風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這裡呢 就是我們一個大陽台 它一共呢 是有六米三長的 闊的話呢 是一米五 你平時呢 可以擺很多這些 這樣的健身器材 在陽台上去健身 同時呢 它是潮正南向 採光是非常之好的 好 接下來呢 是我們一個八十八方的一個戶型 它是一個清水樣板間 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交標的 首先 入門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圓關櫃 可以看到它的空間是非常之足的 好 然後進來呢 是一個 這個位置呢 是一個餐廳 它的寬度呢 大概是兩米五 開間的話呢 是去到三米六 一個餐廳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一個客廳 客廳的話 它開間呢 是去到 都是一樣三米六 一個開間 是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實用的一個客廳 來的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一個廚房 我們廚房打造 是一個U型的設計 你走進來呢 去做東西呢 是非常之方便的 這邊呢 可以去擺著 微波爐 煮飯機 轉過身 這邊呢 可以洗菜切菜 包括一些東西 然後煮飯呢 轉過身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空間利用到 是非常之好的 那接著轉過來這邊 就是我們的過渡 過渡這邊呢 是一共有三間房 它是連在一起的 包括洗手間 那我們來到的第一間 這裡 我們的洗手間 洗手間呢 它是採用一個乾濕分離的 分功能去使用的 洗手間 那 接著呢 洗手間旁邊第一個房 它是一個 備見的陽台 它是贈送一半的面積的 你可以見到 非常之大的 然後呢 回到這裡呢 就是一個 兒童房了 兒童房呢 我們木地板呢 是採用的一個 複合木地板 來的 每一間房呢 同時呢 都會有 它的一個 一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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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助的功能 在這裡 同時呢 我們飄窗呢 是一個全景的飄窗 大家都知道 飄窗是全陣送 你可以見到 飄窗進來的位 是非常之寬的 差不多到一米的 然後呢 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 一進門呢 這個位置呢 我們主要是建議客戶打造的一個 衣務間 它的位置是非常之大的 之後呢 就是一個 主禍的一個配套的衛生間 衛生間之後出來 這裡就是我們 整個主禍比較整的一個空間 它一樣都是一個 全景的一個飄窗 所以震送面真的非常之多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這個陽台 我們這裡呢 是正南 朝正南向的 前面是沒有任何遮擋的 而且我們 陽台呢 長的話呢 是三米 三米六 闊呢 是一米五的 你正常擺個洗衣機 這邊浪衫 同時呢 還可以擺個小茶桌 平時有空喝茶 都是非常之好的 接下來看到的呢 就是我們118方的護影 入戶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大型的 一個圓關櫃的 它裡面呢 可以收納很多的鞋 啊 衣帽啊 包括一些小雜物 同時呢 還會有一個一鍵開關 可以出門 入門非常之方便 就可以打開燈 和關燈了 然後走進來呢 我們左手邊呢 就是我們一個餐廳的一個位置 它的開間呢 是三米六的 餐廳的開間是三米六的 那我們的客廳這邊 客廳是在這一邊的 客廳的開間呢 可以去到三米九 非常之歡 歡唱的一個客廳 同時呢 它是一個雙陽台的一個打造 你可以看到我們南邊的陽台 哈 還有北面的 它是一個雙陽台的一個護形 是南北對流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一個廚房 哈 廚房呢 它都是打造 以一個C字形的一個廚房去打造的 同時呢 人體關懷的設計呢 還可以抬高了它一個洗手池的一個位置 方便你去洗東西的 哈 我們轉回來 進到我們的房間 哈 這邊呢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一個公共的一個衛生間 哈 它裡面呢 會有一個多功能的一個洗手台 可以方便你去放很多東西的 哈 有鏡呀 有儲物空間 全部都會在到的了 然後轉過來這邊呢 就是我們一個 啊 兒童房 兒童房呢 它採用的 是一個 啊 全飄窗的一個設計 將個廚房呢 是 同一個飄窗 是 切合在一起的 哈 充分利用了些面積的 哈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們一個廚房 你看到我一米八的人走進來 他 他的 空間是非常之大 好 那這邊呢 是我們一個主禍了 啊 主禍呢 他的朝向呢 都是朝去東南向的 所以平時通風是非常之好 啊 啊 這邊呢 就是他的一個衣帽間 和一個廁所 同時他的廁所呢 是沒有對著床 沒有對著床的 在風水上面是比較好的 好了 我們現在又回到我們這裏 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啊 啊 剛才阿鴻哥呢 亦都帶我們看我們的陽板房 嗯 包括我們那個 交樓標準那個大裝修的陽板房 沒錯 那區位情況大家都清楚的了 其實中山都很熟的了 對我們的香港客戶來說 沒錯 那現在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這裏 直接點問一下那個 香港客戶上來這裏買樓 有沒有限購 我們目前國內的政策就是 香港人過來這裏 可以買中山 例如可以買手套 哦 手套 可以買的 即是說在中山買第一套 沒錯 是 我在其他城市有樓 對我回來這裏買中山的樓 有沒有影響 是沒有影響的 沒有影響的 只要在中山沒有樓就可以了 嗯 那就OK了 還有一個呢 付款呢 付款呢 我都很關心這裏 付款 付款的話 我們目前是有兩個 一個是一次性 相對來說會更加多的折扣 嗯 當然了一次性肯定有折扣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一個按揭 按揭的話呢 我們目前呢 就是做到我們國內的銀行 國內的銀行 都是四大行多 都是四大行多 那利率方面的話呢 就目前的LBI是去到六點幾一年 嗯 是的 我們現在大陸那個貸款的利率 是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是提高了 是的 尤其是今年的那個 那個利率 是 收緊了 沒錯 是的 那麼 我們的客戶都會計算了 這件事 好 我們回一回說 第一個我們重申一下我們的交通問題 嗯 那麼我們一個交通的話呢 其實呢 去哪裏都會比較方便的 不管你是去 回到香港啊 去深圳啊 去廣州啊 去珠海啊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首先第一個 我們去到深圳或者去香港呢 第一個是可以行船 嗯 坐船的話是比較 比較快 還有比較多人選擇的 嗯 是的 是一個水路 水路我們是由中山港碼頭 是去中山港碼頭 哦 大概十五分鐘就可以去到中山港碼頭 坐船去到香港的了 是的 很方便了 第二個呢就是一個直達大巴 直達大巴的話呢 我們周邊呢 距離我們項目呢 大概是五點幾公里 就在紫馬廣場那裏呢 是會有直達大巴的一個站點的 哦 大概呢 我們平時搭車過去呢 應該就是十五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 嗯 都很快去 其實我們坐船和坐大巴 在我們項目去到那個目的地都差不多時間 是的 關鍵就是看我們現在會選用 它自己適合自己出行的交通 沒錯 沒錯 在中口的高鐵的 高鐵應該可以的 高鐵的 高鐵來說呢 可能就沒有直接可以去到香港的 高鐵 我們暫時 目前的高鐵呢 來我們項目呢 是2.8公里 一個中山站 在那裏坐高鐵呢 可以去到深圳 深圳站或者去到深圳北站 然後呢 再通過轉車去到香港的 哦 這樣也很方便 是 它只不過不是說直通車去到西九龍 沒錯 但通常我們這些香港客戶呢 都會 一個 你用直通的 另外一個 就去到深圳那裏再轉過去 沒錯 相對來說去深圳轉更便宜 是 同時你如果是坐高鐵的話 不單是便宜些 同時呢 路程時間來說應該還會短些 是 是 交通就很方便了 我們周邊呢 亦都有很多個 商業設施 包括我們平時生活用的東西 還有我們 即是日日都要吃的蔬菜 或者肉類的東西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一件俱全 是的 我們的超市亦都是 具備了一些條件的 另外就是還有我們的公園 周邊的環境都可以 是的 北面的賓江公園 和東面的一個 綠化的一個森地公園 都是圍繞著我們項目去見的 是的 所以 平時出出門 就可以有健身或者休閒的地方 是的 剛才你講到交通 我還留到一樣東西 在我們項目旁邊 你剛才跟我們介紹過 是有公共的巴士站 而且線條比較多 是的 是一個十八條線路的公交車站 十八條線路基本上 在我們周邊發散的地方都可以去到 沒錯 即是 全中山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增達到 是的 十八條巴士線 因為中山講真句 不是說很大一個城市 十八條巴士線 基本上都遍佈所有角落 沒錯 沒錯 不過有一個教育都可以 雙語學校 和遊園也有 是 基本上我們在教育方面 都不需要去投行 不需要去 因為我們項目的話 是在我們整個中山的東區 它是 一直以來 都是我們整個中山 綜合教育排名第一的一個區位 我們周邊配套的公立學校 都是在全中山排名前十的一個學校 好厲害 是的 即是學區房務可以說 是的 基本上是一個學區房務的概念 除了學校 還有我們的另一則 就是我們補能城 補能城 相信大家都清楚 不清楚 鴻先生剛才 鴻哥台先生都跟我們介紹過 沒錯 為何是藍補能城 北又萬達呢 剛才都跟我們介紹過 基本上我們現在在這裏 其實交通便利 生活設施OK 所以我們回來這裏自住養老 都很適當 是的 是的 況且這裏真是說一句 生活的消費不高 消費水平相對來說低一點 是的 而且重要很多美食 是的 還有一個就是 說到我們的投資 當然我們要是2023年才收樓 是有一段時間的 沒錯 在建設期來說 如果我們真的到2023年 那時候的樓價 就不是現在我們準備開盆樓價了 是的 因為現在我們是認酬階段 是嗎 熊先生 熊先生 叫錯了 價錢方面 在認酬階段 還未正式公佈一個標準的價格 標準的價錢還未有 大概都是在兩萬多 但兩萬多 我們稍後 當我們要退出的時候 那時候才定 到時會定 預計的區間會在兩萬三至兩萬五之間 兩萬三至兩萬五之間 是 其實大約數都出來了 是的 所以我們的客戶 你可以看著這個路段 這個地段 這個發展的趨勢 再根據我們這個價錢 可以在這裏 考慮一下 入手投資 沒錯 而且我們現在 認酬階段 是有一個誠意登記的活動 嗯 我們誠意登記的客戶 到時開盤 是會多一個折扣 多一個九八折的一個折扣 嗯 真的很遠 是的 你九八折的話 相當於幾匹的東西 是的 夠買家具的 是的 現在的價錢不是很貴 是很便宜的 沒錯 這期節目也差不多了 辛苦了洪哥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關注我們的二線電話 我們將最新的資訊和大家分享 這期節目差不多了 下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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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